好,我们先一起归一发行 请合掌 为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力有情顾愿大绝尘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再一起学习 不提道次第 掌中解脱 那请翻开掌中解脱的 第153页 那我们上次说到 抉择完 三知识 是否具足得相 确定一指以后 那作为一个弟子的 该如何去医治呢 于是说到了 义乐医治以及 加行医治的部分 那义乐医治该怎么医治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修信 第二个是念恩 那修信是修什么信 是信上师是佛 那信上师是佛 并不是一个没有理由 就叫我们盲信 而是它是有成立上师是佛的理由 当我们认真思考过 上师真的是佛 它是有一个很雄厚的理论基础时 那我们才能够打从内心的 相信上师真的是佛 所以第一个讲到修信的时候 那我们能不能够观上师是佛 我们为什么要观上师是佛 能不能观 以及说该如何观 那我们将上师视为是佛 是因为这对我们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能不能把它看起来是佛 可以的 因为我们见功德的心 见好处的心 能够硬币 能够复辟住 见光过的心 而且之所以会看到过失 就是因为它要饶依我们 才让我们看到 为了适应我们的根气 才实现出有过失的形象 所以借此还能够来帮助我们 成立它是佛 成为世事如佛的一个助缘 第三个 那该如何观呢 如何去观察 如何去思维呢 于是主要说到了四个理由 第一个 上师是佛呢 本身就是金刚词 他所承许的 也就是佛陀 他自己说 他在末世的时候 会以反复的形象 来到我们的周边 来帮助我们 所以上师佛是金刚词 所许 第二个 佛陀 上师是一切诸佛事业的作者 佛陀利益众生 他不需要借助反复的力量 凭借他一己之力 就能够达到他要利益众生的一个目的 那 就好比说 我们要借由阳光的力量 将地上的这个棉花也好 做爱荣也好 要把它点燃 中间要有个媒介 就好 好比像放大镜 那同样的 诸佛的这种加持力量 要如何传递 到我们的心虚当中 那这个媒介 也就是所谓的上师 而佛陀又不需要借助反复的力量 所以中间这个媒介 也是佛陀 他自己所扮演的 所以 来到我们身边 教导我们的 医生我们的 那也就是佛陀 他所发现的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也就是 现在诸佛菩萨 正在饶以勇气 饶以众生 诸佛 同初发心 终极之粮 最后原成正觉 所做一切 无非都是饶以友情 所以 他现在圆满 成正等觉了 他也势必 不可能放弃友情 因为他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等到他圆满了 他也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 他现在正在利益友情 那他会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来利益友情呢 于是我们上次看到了 一百五十三页 这边说到了 诸佛非以水洗罪 非以守处众生苦 非以自胜 遗余者 非将所正 遣于他 释法心底 令解脱 这是经典当中 所说到的 那 这讲什么呢 诸佛帮助我们的方式 是什么 不是说 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让我们饱足 不是说 我们没钱的时候 让我们变得有钱 不是说 让我们内心纠结的时候 让我们得以释怀 不是用手 拔出我们的痛苦 不是用水 洗出我们的罪业 也不是将他心中的 正量 正德 功德 转移到我们身上 那要怎么样 让我们摆脱痛苦呢 释法心底令解脱 他为我们开示 事物的真相 开示 正法 开始四地 等等 开示以后 我们医之修行 才能够获得解脱 所以并不是有 所谓的一个造物主 他创造了 所谓的快乐 创造了痛苦 时间万事万物 都是他创造的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有的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所领受到的 都是我们自己造的业 所感得的 都是自己的业 都是自己所创造的 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造了恶业 造了种种 做了种种不好的事 累积了很多罪业 那也只能靠我们自己 忏悔 在这些业 还没有赶果之前 恶业还没赶果之前 我们可以忏悔 那将来就不会有苦果的产生 并不是说我们造了恶业 然后去求佛不上 去祷告 就能够 佛不上就能够以水 来净化我们的罪业 好像有人说 洗浴 水可以洗除肮脏 同样的水可以洗除罪业 并不是有这种讲法 那然后过去 可能有一些教派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 其实 这并非究竟的说法 所以 要怎么样 净化我们的罪业呢 只有靠着我们自己 忏悔 真心的忏悔 要办法洗出我们的罪业 我们要怎么样摆脱痛苦 我们必须要避免苦因 并不是从果 果上下手 而是在因地上努力 你不想要有之后的苦果 那你就要在 因位的时候 在因地的时候 你就要避免 种下这个种子 你将来就不会有苦果 所以你过去造了很多的恶业 那在他还没肯果之前 努力的忏悔 是有机会把他净化掉 那并不是说 等到开始生病了 开始遇到一些痛苦的 然后再去求佛不上 然后求了也奇怪 我的病也没比较好 然后 我还是这么痛苦 你已经肯果了 我们这边已经说过了 诸佛非以水 水洗罪 非以守处众生 在这个情况下 你已经肯果了 佛也帮不了你 佛能够帮你的 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样做 将来会有这样的苦果 你要不要去领受这些苦果呢 如果你害怕 你不想要受苦 那你现在就要避免 造下这些苦因 你将来就不会感到苦果了 所以他是告诉我们方法 让我们自己去做 将来才不会受苦 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 不要以为说 我想要什么 我跟佛不上求 佛不上是万能的 我跟他求什么 就会有什么 其实并非如此 你想要有什么 你要自己努力的去创造 就好比说 我们生了病 医生是很厉害 是良医 是明医 他是有办法治你的病 但他治你的 治你病的方法 也不是说 以水去洗出 你身上的病苦 也不是以手 拔出你的痛苦 也不是把他的安乐 转移到你的身上 那怎么办呢 他告诉你 避免生病的方法 并且在你生病的时候 给你开药 开了药以后 你不吃 病也不会好 那怎么办 你自己要吃药 你要去服用 这些药物 你要照着医生的指示去做 你才有办法 摆脱病苦 所以 这是我们要 了解的一个部分 再来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也就是 佛陀他帮助我们的方式 除了这个 告诉我们法性道理 告诉我们真谛之外 我们如理的去实践之外 没有其他真正能够解脱的方法 而能做饶益的佛的化身 除了我们开示 为我们开示 如何获得最上利益 增上身和决定性方法的上师之外 别人是没有资格的 所以 为我们开示 如何获得最上利益 得到最大帮助的什么 获得增上身 也就是人天的果位 获得人身 获得天身 在六道当中 至少 在人天的这个身体 你容易修行 也比较快乐 那最究竟呢 增上身 增上身 获得人天之身 最究竟呢 能够获得佛陀的果位 获得解脱 这种决定性 为我们开示 这样的一个 现前 以及究竟 最出生的 方法的上师之外呢 别人是没有资格 成为这样的一个 上师或佛陀 所以 牛昌 讲要莫朗说 过去佛萨 利益现在的总真 若和真实解 知己 具相似 如果说我们能够 真正的了解到说 过去的诸佛 他现在正在利益众生 他所做利益众生的方式 就为众生 宣说正法 如果能够获得 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定解 我们就会知道说 为我们教导 这些道理的上师们 他就是诸佛所发现 所以 庞玛大师说 他自己的上师 也说过 每个友情的头上 都有全体的佛作者 意思就是 其实诸佛菩萨 无时无刻 都正关注着每一个众生 只要实际 因缘到了 我们有信心 的环 那上师的悲宫 诸佛的悲宫 横使就在那边悬挂 等待着我们 所以 这个课班要讲的就是 诸佛 现在正在老也有情 那 他饶益有情的方式 是各式各样 饶益有情的 方法 也就是为我们宣说 正法 以各式各样的身形 凡是为我们开始 宣说正法的 那这个除了是佛以外 还有谁能够做到呢 来成立说 那我们的上师 就是佛 第四个 自所见相 无法决定 那可能 有人心里面 就会想说 虽然必须承认 上师是真佛 以及是一切佛事业的作者 然而因为我见上师 有这样那样的过失 所以我只能视他为凡夫 而非佛 因为我们自己会看到 上师是有过失的 我们会觉得 如果是佛 佛是圆满的 那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过失呢 由此来说 我的上师 并非真佛 这是我们 来成立说 上师不是佛的理由 上师为什么不是佛 众生为什么不是清净 殊胜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这样那样的过失 然而 我们所见到的 就能够确定 一定是正确的吗 这个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部分 所以对此我们应该要明白说 自己的感觉 自己所见到的 未必是真实 自己的感觉是不可靠 也不肯定的 由于我们事物的标准 是受到业力的控制 受到业力的影响 也因为我们无法肯定 曾经照过某种业 和卫生照过某种业 所以在我们的业感景象当中呢 事物存在与否 也是不能决定的 这个是譬如像什么呢 譬如说在《路中论》当中有提到 鬼见农合心耳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 当天人恶鬼三者 同时看到一个茶杯当中的水时 由于业力不同的关系呢 有些人分别就会见到 天人会看到是甘露 人看到是水 而恶鬼所看到的就是农血 对于那些恶鬼来讲呢 甚至夏天的月光呢 都是热的 也就是说他常时处在这种 炎热饥渴的一个状态 冬天的月光 冬天的日光是冷的 也就是他根本没有办法 很舒适的生活 对于石轮和巨蛇 各自特别的所画集来讲 所见到的虚弥山形状 分别是圆 分别是圆的和方的 石轮讲到的虚弥山 它是因应众生的根气 来描述虚弥山的一个形状 那石轮当中所描述的虚弥山 是圆形的 巨蛇当中所描述的虚弥山 是方形的 又例如说 以前圣者无所菩萨呢 曾经将 曾将至尊弥勒 视为一条虾身腐烂 怕满虫乙的母狗 也就是他为了 能够清见弥勒菩萨 他修弥勒法 修了十二年 最后 他甚至要放弃这个修行时 这十二年当中 他都没有见到 他即将放弃时 就从山洞出来 看到洞前有一条母狗 虾身腐烂 爬满虫乙 然后他于心不忍 他就用舌头将 这个身上 狗身上的蛆 把它移开 在那个瞬间 他就清见了弥勒 他内心怨恨 为什么 我这么浅诚的 对你修法 十二年中 你都不来见我一面 弥勒说 其实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然而你因为被业障 障蔽住了 看不到 甚至最后还将弥勒 看成一条母狗 下身腐烂的母狗 那因为他发起来 这种强大的慈悲心 被很快进化 他的业障以后 他才能够清净弥勒 还有 桑业也写佛智大师 将阿瑟里讲 讲别歇念 看成是一个耕地 喝重粥的神像书人 也就是他去请法师 一开始来讲他的上师 也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僧人 蒂洛巴 也就是印度的大成就者 在世的时候 周围的 很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打鱼的猎人 渔夫 根本也没有人猜测 他是一个大成就者 他是 巴士大成就者 之一 还有那洛巴最初 再见到蒂洛巴的时候 他也是看到他在 烧烤这个 博语等等的 这些种种公案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 我们所见的 一定就是真相呢 佩晶泽阿瑟里 也曾经将金刚亥姆 看成是一个赖父 他在过河的时候 佩晶泽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他在过河的时候 那河边有一个老妇人 他得了麻风病 然后他就苦苦哀求 因为毕竟黑心哲 当时很有名 是小有名气 那算是一个 获得一些共通成就的 共通西地的这种 有点能力的 这个修行人 那他甚至走到哪 都会 天上都会有 这个散盖跟随 还有那个桃骨 会自动发出骨音 他履地呢 他走在地 走在路上 他是角离地的 悬空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但是当他到了河边 要过河时 那河边出现一个老妇人 得了麻风病 然后他老妇人就求求 这个黑心者 成就者能够带他过河 但他看到一个老妇人 他内心有点高傲 而且老妇人山上有皮肤病 所以 他就不想要理他 就走了 那这个 这个弟子群当中呢 有一个人 现在于心不忍 于是他就把 这个老妇人背在身上 就跟着过河了 结果没想到 走到河的一半呢 老妇人突然就 悬空飘起 原来他是金刚鱼切母的化身 他就把他这个 背他的这个僧人 他就把他 带到空心净土去了 那这时候 黑心者在黄狼道 原来他所看到的 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而已 而是金刚鱼切母的化现 所以 从以上的种种公案 包含我们自己生活当中 有诸多的实力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是我们是看到种种一切 但是 我们所见到的是否都是真实呢 还是只是我们 业力的一个显现而已 包含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 呃 心心色色 包含现在的AI技术 出来以后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说 他就是真实的呢 太多的错了 因缘了 所以 我们总是很 肯定的说 诶 我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 你看到的是这样 那是否 真相 这个是我们可以对自己 分一的部分 我们从以上的公案呢 都在在在说明说 其实我们 会见到这一切 都与我们内在的业力 是息息相关的 是一种 我们内在的投射 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 业力 断框呢 我们就会看出 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一个人 总是 很负面 总是喜欢看过世 那 在他的眼中 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 他就会觉得 怎么所有人都这么糟糕 这环境 怎么这么恶利 但是一个人 懂得感恩 知恩图报 他总是很正向 总是往好的方向去看 那在他来讲 他就觉得过得很幸福 觉得这个世界 怎么如此美好 都同样活在一个世界 但是 双方彼此的感受 是天差地人 就好比刚才说到的 这个 同样一杯水 天人的福报 他的业力 他所看到的就是甘露 人所看到的是 可以饮用的水 而 恶鬼 看到的却是浓血 甚至 有些恶鬼 他走到江河 他看到的是 枯河的这个 这个河床 他连一滴水都看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同样一个地方 但是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业力 他所见完全不同 所以 这告诉我们的 我们自己所见到的 不一定是真相 四方见分 不可决定 指着就是 我们自己所见的 不能确定 就是事实 都跟我们的业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要以我们的 角度 以我们的眼界 去评判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对方是怎么样 我们的上师是 佛不是佛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 看到有过失 所以要说 他不是佛 这一点能够成立吗 还是存疑 首先我们 自己所见的 我们都不敢 不敢肯定 一定是真相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确定 对方的本地 疯狂为何呢 我们现在能够见上师 是人 而不是看到是马 狗 驴 什么的畜生 我们应该要感到很庆幸 锦儿 罗罪点声 说到 我等恶业 仗虽重 见师为人 当欢喜 不见 群驴 福报大 自信 生进 世家子 他说到 我们是 无始节来 造了这么多的恶业 业长很重 但是我们 见到我们的师长 至少能够 把他看到是人吧 至少看到是人的师长 而不是看成畜生 那我们看到是人 我们就有机会得到他的教导 得到他的教化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条狗 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法的受用呢 所以应该要感到很庆幸 很欢喜 不仅如此呢 如果单凭现象就能够裁定诸事 仅仅是以我们自己所见 就要来判定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话 那么既然一切法显现如实有 就应该是实有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 那这个是对于 所谓空性的道理 到底是真实 不是真实这一点 这最后在 后面我们学到上识道 讲到空性的时候 那才会比较了解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运用适量论当中 关于不可不现见不可得应的那些解释 仿造未见鬼 故不能成理无鬼 来立如下之量 也就是在适量论当中 有讲到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怎么样呢 在现前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眼前 我们的眼前 到底有没有鬼 这件事情 有没有鬼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 但是我们 没办法确定说 我们眼前到底有没有鬼 所以鬼 它其实就是 另外一种形态的一种生命 跟我们不同 不同的一个 维度的一个生命 那 那一个生命呢 我们没办法用肉眼直接看到 但是我们没办法否定它的存在 我们知道它存在 但是 眼前存不存在呢 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因为 我们没看到 不能说它不存在 我们没看到的东西 不代表就没有 如果你要说 你没看到就代表没有的话 我们的祖先 我们也没看到 那能说它没有吗 还有过去 在 这么多的科技还没有发展 等这么发达时 很多东西 我们也没看到啊 但是 它不存在吗 如果不存在的话 为什么现在不断随着科技的进步 能够发掘越来越多的东西呢 所以见上师即真佛 为隐意之不特且罗相续中 无缘见上师为真佛 无见上师为真佛 是能源量 这边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 不了解 上师是佛 不是佛的 这种隐蔽分 隐蔽分意思就是 它不是我们能够用限量 或者说 蔽量 不是用我们 能够直接看到 也不是我们用 能够用推理 的方式 去了解对方的本地风光的这种人 这样的一个对象 我们 没有因缘 能够见到它是真佛 因为没有能够见到 它是真佛的这种量 存在的缘故 讲的就是 我们没有看到它是佛 是因为我们的业力 所以你没看到它是佛 但是你能因为你没看 没有把它看见是佛 你就要说 它不是佛吗 你要说它不是佛 你要有一个成立 它不是佛 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 但是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因为我看到它有种种的过失 如果是佛 应该是有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功德 但是我却没看到 那你能说你没看到就表示没有吗 就表示 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那就如同我们刚才举的 上书的这些种种庇域 跟你的业力息息相关的 你的业力会障蔽着你 障蔽着你的双眼 你戴着有色眼镜 看出去的世界 那就不是真相 因为你毕竟受到了这些因缘的影响 反之有人见识 所以这边一个结论 不能轻见上师为佛 并不等于上师 不是佛 这不是一个能够成立说上师 不是佛的理由 因为你没见到 所以他不是佛 并不是成立 上师不是佛的理由 反之有人见识真佛 不一定就是真佛 反之啊 你看到是 你看到佛了 有些人总是会有种种的幻象啊 以下在他的这个打坐的静观当中 又看到什么 佛不撒又看到怎么样 他讲得很玄很玄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真的吗 你看到是 看到真佛 就是真佛了吗 以前 当第四代佛法上师 敬以阿罗汉 就是佛头灭度侯 那这个类似一个法的传递者 叫做佛法上师 那当时有一个第七代的 第四代的佛法上师 叫敬以阿罗汉 他在说法的时候呢 这个欢喜自在谋 也就是魔王波寻 这个谋就是专门障碍 正法 看到大家修行 他就要来障碍 他就前来破坏这个 搞破坏 敬以阿罗汉在说法 他就来搞破坏 后来敬以将这个谋调妇以后呢 就跟他讲到说 因为他在佛头灭度后呢 他才出生 所以他没有看过真佛 不知道真佛的形象 长什么样 那他知道魔 他有这个能力 可以变现出佛的形象 所以他就跟这个魔说 魔王说到 我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佛 所以麻烦你可不可以 变成佛头样子 让我瞻仰一下 至少让我感受一下 然后佛头就变现出这个 与佛一样的形象 一样的身体 而且也具有 同样具有32相 80随形号 然后在看到这个敬以阿罗汉 在看到这个瞬间 他还误以为真佛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拜下去 一拜呢 因为他毕竟是阿罗汉 一个成就者 而魔王不许他只是一个凡夫 他无法承受这个罗汉的敌拜 所以在拜的瞬间 他实在受不了 他就 他的神力就没了 他就变回成魔原本的形象 然后 所以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有些人啊 总是会有种种的 你要说 有点能力 看到些什么 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景象 但是 有时候 那些却是 磨绕 我们在讲到 祖萨摩世的时候 在波罗经 讲到说这个 摩世品 里面就有讲到这种 摩世如何来障碍 我们修行的呢 他会各种各式各样的形象 各式各样的方式 不是说一定都来障碍你 有时候 他障碍的方式 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障碍方式 一方面呢 有一种是 譬如说 就让我们很容易产生 烦恼啊 或者说 你修行很不顺畅啊 那有一种是 让你修行变得很得意 让你生起傲慢 总而言之 就是让你生起烦恼 让你生起傲慢 我有点能力 我有 我有他心通了 我有这个 天眼通 我可以看到多远 看到 甚至我可以看到 别人的前后事 看到自己的前后事 我可以听到 别人的心声 我知道别人心里面想什么 获得种种的能力 这些能力 你以为是你自己修行出现 有时候 反而是 魔的干扰 他让你 一点点修行 自以为是 自以为很有修行 生起傲慢 反而 你真 没办法 生起真正的真量 所以 我们没办法确定说 我们见到是佛 就一定是真佛 我们也没办法确定 我们看到不是佛 就表示不是真佛 我们看到的 都没办法确定 而以前那些大成就者 像吉祥 父祖 龙术 龙猛 菩萨 龙术 菩萨 在一般人眼里 显现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比丘 那事实上 却是真正的佛 所以看似凡夫的 有可能是真佛 看似真佛的 有可能是凡夫 各式各样 你没办法确定 你所见的就是 真实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这个理由来说 上师不是佛 众生不是佛 这些逻辑不是只是 用在上师身上 我们可以用在每一个众生之上 如果我们随着后面的修行 层次越来越高 后面到了菩萨 那上师道 讲到菩萨的这个四黑法 四白法 如何让你的菩提心 能够生生世世的延续 那其中 你就不能去轻毁菩萨 那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菩萨 不是菩萨呢 在我们眼中 我们看所有人 就跟我们自己一样 普通 但是 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我们刚才上面讲的几个逻辑 菩萨 他正在利益众生 他要利益众生 不需要借由凡夫 他利益众生 可以视线各式各样的形象 应应众生的根气 适应他的根气 显现出有过世的形象 所以他的本地风光 到底是什么 是佛 是圣者 菩萨 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看到的凡夫呢 这我们都不能确定 既然不能确定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 恭敬心 对每一个众生 怀有敬意 因为 我们自己所见到的 不能确定 我们 有可能对方 我们会知道说 对方有可能 就是佛物赵的化现 不管怎样呢 当追究过世的心 自然陷起时 我们不必 立即强压下去 那这边就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修行教授 当我们 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也好 与人相处的过程也好 我们发现 我们看到对方的问题了 看到对方的故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看到上师的过世时 我们不必立刻 强压下去 我不能关过 不能怎样 不是这样子 修法 譬如当我们准备洗衣 洗衣服上的污垢时 应该先让污垢浮现出来 我们要先让它知道 脏的地方在哪里 被关过的部分是在哪里 你让它先 显化出来 变得很明显 因此我们也应该 先让这种 寻过的 寻过师的心呢 显现出来 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 然后再做如下的思考 不知道我所见的这些过师 是上师真的有呢 还是假的有 如前所说 这为什么不是一种夜感幻想 胆病患者将白罗看成是黄色的 风病患者将雪山看成是蓝色的 坐船的人 看到树木在移动的感觉 有异障的人 眼翼 就是眼睛有疾病的人 他甚至会看到眼前 类似毛法 毛法 法师坠落的一个情况 就连这么一点点暂时的幻音 就是这种错乱的因缘啊 都能够造成这样的障碍 更何况我们长期以来 完全破 无量的夜烦恼 完全被 这个是错词 完全被无量的夜烦恼所蒙蔽呢 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 有所谓VR眼镜 这个VR眼镜戴上去 你就感觉你活在 一个很虚拟的世界 就是看似有 实际上缺无 这些都是属于一种错乱因缘 所以你看起来是真 看起来是有 实际上缺无 这种体验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机会越来越多 可以再再的去成立 再再去说服我们自己说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 未尝不是一种幻象而已 未必是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在修 在修这个所谓信上师是佛 信众生为佛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可以先让这种光过的心 无限出来 我们到底是从哪个点开始光过 包含说我们之前在讲 观修资良田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的上师 观成一个最圆满的形象 三十二项 八十随形法 圆满德项 但是在修医治法的时候呢 那刚好要反过来 这时候我们平常看到 我们的师长 看到众生 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看到最反忧的那一点 乃至譬如说 有眼睛瞎掉的啊 或是有残疾的啊 那有驼背的啊 长相丑陋的啊 各式各样的 反是我们看到不圆满的 那个面貌 我们就把它观修出来 观想出来 观想出来以后呢 再去思维 我们刚才所说的 观上师为佛的这些 种种的逻辑之路 来去说服自己 其实自己所见的是不确定的 而上师是佛 是金刚师所称许的 上师他是一切诸佛事业的作者 那佛菩萨现在正在饶益有尽 那也如同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 一世胜利 一般都讲到一般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修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当我们对前面这种 一世八种胜利 打从内心感到 相信他 然后真的感到很欢喜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 发自内心的 那去相信上师是佛 相信众生为佛 尊敬一切众生 敬众生为大师 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修行的时候 一个特殊的关键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要翻修道次第 那在资粮田 原本有一个圆满得向的上师 我们可以观想 那心间变现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师长的形象 有过世的形象 然后开始思维 这个我们上述所说 事实为佛的种种正理 那我认识一位佛佛 庞玛大师说 他认识的一位佛佛呢 有一次外出朝圣的时候 他身患胆病 他得了胆病 他在他的住所当中 有三个银盒 但他却把它看成是金盒 因为患了胆病 黄胆病的人 他看出世界是黄的嘛 所以一个银色的盒子 他可以把它看成黄色 这表示什么 我们太多错乱错 太多的这种错乱因缘了 平常生活当中这么多错乱因缘 我们平常所见都不能够确定 能够清楚看到的都不能够确定 是真实 更何况是对方真正的本地风光 四日早晨冰雨 这个佛佛他隔天病好了 那才看到啊 原来昨天看到是黄色 看到是金色的这个 原来是因为他生病的关系 给王温萨巴有一次造访荣区 蒋庆寺 有几位撒家派的学者呢 不懂声明学上的难点 却在那边辩论 温萨巴大师呢 便为他们解释有关声明 声明学的知识 并用梵文念了波尔巴前颂 但他们根本不相信 他是格鲁派的人 而认为他是格鲁派的鬼 温萨巴大师是极生成就者 也就是一生当中 称佛的一个大成就者 但是他走到这些学者中间时 他们根本不相信 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不出来 外表看不出来 我们应该观察 上师的内在断正功德 而不要去考虑上师的外向 我们不是从外向去判定 一个人的好坏 而是要去了解他的内在 去体悟体会他的内在 佛的法身 只有佛能够相互见到 以限量之见到 连圣者菩萨呢 都无法以限量方式见到 佛的受用身呢 也只有圣者菩萨能够见到 也就是报身 只有圣者菩萨能够见到 佛像好庄严 殊胜化身 也就是三十二想 八十随行好 像导师师尊 来到这个世界的形象 也只有夜清静的反复 以上才能够见到 所以我们 因为没有这些福报 没有这些清静的业 见不到这个圆满得向的上师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见到 功德比我们超胜的一个上师 虽然有过失 但是因为 他要劳于我们 他才视线成这样 否则他没办法 没办法以这样的一个圆满身形 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的业力张弊住了 所以这是上 上师视线成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也要懂得感恩 佛陀视线成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就是佛陀对我们的恩赐 道次第甘露藏说 乃至未离恶业障 无量诸佛虽清灵 除此现在现所见相 无缘得见相好生 我们只要业障还没有进化 即便诸佛 无量诸佛不是要来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除了现在我们能够所看到的一个形象之外 我们终究没有因缘 能够见到这种相好圆满的身形 即便佛陀在世 在那些外道徒众当中 眼中佛陀也就是一个凡人 他根本看不到那个圆满的德相 他所看到的就是一堆过失 提波达多 就是他就是始终跟佛陀作对 他认为佛陀的一切事业 都是虚假骗人 就是一个大骗子 虽然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职能度来看待上市 但总的来说 这些还不算坏 毕竟我们看到是人 他能够教导我们 功德比我们好 果罗阿里桑布有个土匪 有一次他去拉萨 朝掘窝像 也就是12岁的本身像 却连向前的供灯也没有看到 温给萨人不切 上一次告诉他必须清净业掌 所以他做了万供 就是各种供品都放一万个 鼎里和老佛 后来他见到了供灯 但是还是不能见到绝卧像 也就是当业障这么重的时候 这个土匪他想要去拜见12岁本身像 那业障太重了 不要说佛像看不到 连佛像面前的供灯他都看不到 但是他努力的去做供养 供养去拜餐 确实有进化了一些罪业 他终于可以看到供灯 但是还是看不到佛陀的身像 业障可以重到重的地步 果罗的甘猪尔喇 都上顿猪那么切 他在传甘猪尔时 求法者中有一个僧人 他既听不到念经的声音 也看不到经书 他只看到上师面前放着一盘肉 上师不是在念经 而是在吃肉 每天晚上上会时 他见上师把肉收起来 把经本合起来 把肉带走 他就把经书带走了 他就看成把肉带走 像这样的一个夜感 景象千奇百怪 所以说我们见物的层次 见到事物的层次 取决于我们业程度 业障清净的程度 我们知道说所见的这一切 现在不只是在佛法当中这么说 乃至很多科学家也都说 还有很多灵性的讲法 都说都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投射 实际上确实如此 很多事情我们看是这样子 都跟我们自己的业力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 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自己所感受到 但是实际上都是 与自己息息相关的 如果自己改变了 所见的世界也就跟着变了 那当然很多过程 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过失 投射在对方身上 自己喜欢吃肉的 看到对方吃肉 就认为别人喜欢吃肉 自己爱发脾气的 看到别人看似愤怒的时候 他就觉得别人也是一个脾气很糟的人 等等 各式各样的问题 很多都是我们内在的一种投射 所以我们自己所见到的 没办法确定是真相 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问题 投射在对方身上 所以到底 修行是什么事情 修行是修我们内在 而不是去修改外境 你只要修改了内在 外境自然就会跟着改变 所以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 如何事事如何 它有它的方法 有它的一个 能够说服我们的正理 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那上师是佛金刚词所取 上师一切诸佛的作者 事业作者 佛菩萨正在饶以友情 而我们自方所见到的 自己所见到是不能决定的 我们还会将自己的过失 投射到他人身上 所以借由这些种种的理由 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内心开始动摇 也就是说我们认定对方就不是佛的 这个想法 开始受到动摇了 我们发现说 自己所见到的 既然不是真实的 那我们凭什么对自己 这么的相信 这么的自信 这么的肯定 说自己就是最正确的呢 一旦我们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开始就能够谦卑的 面对所看到的这些人事物 我们生命就会开始 有一些转迹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上的内容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先上到这里 最终一起回向 请合掌 愿此出胜功德回向 法界有请 尽除一切罪障 共乘上菩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